王飛鴻與水師提督的三姨太衣相, 要將他的手骨打斷,重新駁過。 三姨太一點都不怕, 反而心裏面覺得很甜蜜。 事關他愛慕王飛鴻是個英雄, 不過這樣的想法只能夠藏在心底, 又怎能夠說出來呢? 水師提督吳全美很關心地問三姨太, 嬌兒,王先生與你思術, 你怕不怕?王先生的吩咐, 你記不記得呢? 三姨太就送去一個秋波, 撕著嘴巴笑一笑, 盧家知道王先生一定能夠妙手回春, 又有將軍在我身邊, 我只吃一顆定心丸, 又何必怕呢? 吳全美聽聞地說, 亦嘻嘻嘻大笑, 顧慮全燒。 這個時候, 三姨太就喊張太師倚樹, 女兒就將他三袖裂高, 露出粉鼻, 真是肌膚如肉, 白痴如牛, 可惜有一道肌根萎縮了, 好似一塊白肉上面, 有點瑕疵那樣。 王飛鴻脫了長衫, 將裏面唐裝衫的三袖卷高, 露出蠶仔那麼粗的手臂, 古銅色的肌膚, 和三姨太的粉鼻, 成了鮮明對比。 王飛鴻叫他喝一杯凍滾水, 然後左手, 托住他受傷的右鼻, 叫他另轉面, 不好看。 吳全美問, 要不需要找一塊布, 遮住他的臉嗎? 三姨太笑一笑, 不需要, 你說我是小孩嗎? 只見王飛鴻, 右手掌指, 在三姨太受傷之處, 輕輕按摩, 又柔和, 又緩慢, 但那道力, 能夠滲透入京洛, 三姨太感覺到很舒服, 接著, 王飛鴻又在他火峽公穴, 手臂的內關, 外關, 曲池, 赤窄, 少海, 肩井等穴, 就各點一下, 點到則子。 三姨太不敢揭聲笑起來, 本來青青白白的粉臉, 當堂就出現了紅韻。 王飛鴻乃是通過點穴, 疏通經絡, 調和血氣, 被施術者, 會有一種, 酸酸軟軟, 麻麻脹脹, 鼻鼻痛痛, 又痛痛快快, 故此忍不住揭聲少一來。 王飛鴻問, 那到底怎樣? 嗯, 冤冤酸酸, 趕不出這麼舒服。 王飛鴻叫聲, 好, 再將走步一捏, 一捏, 婦人, 又揭聲少一來, 將肩膀一縮, 因為肉酸, 吳傳美在旁邊見到, 也笑起來, 看下三姨太, 看下三姨太, 那臉, 好像醉酒關公, 那樣。 這時候, 三姨太, 以為思術, 不過是如此的, 心情放鬆, 全無介意。 而潘繼胡, 形神看著婦人的臉色, 初時就青白, 跟著潮紅, 後來就通紅, 頸巾也粗了。 忽然, 見他左右兩條青巾, 跳下跳下, 潘繼胡叫聲, 火候到了。 話未講完, 大見黃飛鴻, 扎起他四平大馬, 左手, 扣著婦人右手的手腕, 順手牽揚一拉, 大海聲, 去! 跟著右掌, 向著婦人粉頸插過去, 西餘二龍搶豬, 鎖住他喉嚨中兩袋動脈。 婦人當堂一驚, 還未知什麼事, 忽然, 覺得眼前發黑, 天旋地鑽, 她眉上雙眼, 好像想暈倒一樣。 吾串尾, 旁邊見到, 就大一下驚, 以為黃飛鴻暗害她愛撤, 我才, 哎呀, 你, 一個戰步兵過去, 使出丹龍出海, 想玩一拳, 打過黃飛鴻, 以舊愛撤, 好在潘繼胡看得真切, 馬上一爛, 爛住吾串尾, 吾串尾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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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時快, 黃飛鴻, 趁著婦人, 溫溫彈彈彈, 收回叉頸的手, 一個力劈滑伸, 向著她薄菜骨的地方一劈, 一劈, 一劈, 裏面的骨, 重新斷開, 婦人, 嗨一聲叫起, 人臣未醒, 黃飛鴻趁勢用右手, 在斷骨的外面, 一摸一托, 一抬一端, 一扯一合, 再一捏一游, 手法好熟練好麻利, 沒多久, 右手停低, 鬆了一口氣, 嘩, 只見黃飛鴻滿頭大汗, 汗頭衣衫, 這個時候, 三姨太仗是神魂飄蕩, 未曾清醒, 黃飛鴻輕輕將她手垂低, 在藥箱中, 拿出貼少林真傳的駁骨丹, 和婦人敷上, 能夠逐筋駁骨, 活血止痛, 再用甲板將環處固定, 再用沙布纏住, 最後, 用一支董, 將些小的環魂通關傘, 向婦人鼻孔一吹, 婦人馬上一吹, 一吹, 連打幾個一吹, 一聲, 長書空中的悶氣, 整個人都舒服了, 再眨眨眼, 臥膏頭, 雙眼睹大, 望望眾人, 黃飛鴻笑著說, 少夫人醒了, 現在搞定了, 你剛才的感覺怎樣? 三兒太說, 剛才黃先生的手, 在我頸上一叉的時候, 我初時大嚇一驚, 殊不知驚雲未定, 整個人好像藤雲駕霧一樣, 飄到一個山洞裏面, 四周圍黑奔奔, 不知道東南西北, 忽然覺得好像有隻蟲仔, 在手臂一咬, 又不是好痛, 後來飄飄然地飄出黑洞, 就見到你們了, 眾人聽聞, 哈哈大笑, 吾傳美的時候, 心中的大石才放落, 笑口吟吟猛話, 哎,黃先生, 麻煩了,麻煩了, 剛才一時魯莽, 幾乎就誤了大事點, 望黃先生海涵, 黃飛鴻也客氣幾句, 又叫婦人站起來, 遞高隻手, 前身, 後彎, 又慢慢轉動, 一切如想, 問她有沒有痛, 婦人靈靈頭說沒有, 黃飛鴻就哈哈大笑話, 哈哈哈哈, 行了, 這個靖, 沒多久會好, 只在十日之內, 不要濕水, 凡是生雞, 鯉魚, 蝦蟹, 一切煎炒熱毒的東西不好吃, 最好是吃青燈山斑魚, 加兩片薑下去, 手不要拿重物字, 但是每日早晚, 五指握拳, 又放鬆, 一握一放, 做它幾十次, 可以使血氣流通, 我隔日, 就來和你換一次藥, 十五日之後, 可以不用夾白, 不用敷藥, 只用藥水分洗, 加以推拿, 一個月之內, 就會恢復原初, 三姨太, 萬分感激, 連聲多謝, 說好之後, 送一面錦旗給你, 寫著再世華陀錦, 黃飛鴻笑著說, 不敢當, 我怎能夠以華陀相比呢? 吳全美就說了, 比登有魚, 真是眼不見就不相信, 今天見黃先生的神技, 使下官十分佩服, 正如潘公公所說, 名不虛傳, 大國守蔡華陀這個名, 當之無閉呀。 對了,黃先生, 我做官多年, 名醫見過不少, 只未見過人如此思術, 不知此思術, 內力如何呢? 請辭教。 哦, 這種是少林的駁骨之術, 全節主詞至善禪師, 凡是入室弟子, 譬如紅喜倌、方世勇、 銅千斤、綠亞彩等人, 個個都會, 我是學家父王其英的, 家父是學我爺, 我爺王太, 乃是綠亞彩的入室弟子, 此術, 叫做過魂駁骨, 先將人的魂魄過了, 人才沒有痛苦, 又沒有抵抗, 再將他的骨打斷, 再快手摺過, 如果魂過, 傷者就必定很痛苦, 痛苦親就實會掙扎, 這樣就很難思術, 但是過魂之術非同義氣, 稍有差錯就會出人命, 就算是識此術的人, 二路賊都不夠膽和人做, 故此世間罕見, 潘繼胡聽聞, 亦掩一掩頭說, 是, 飛鴻腦底可謂劍膽琴心, 無副少林迫處, 好爺, 好爺, 黃飛鴻連亡拱拱手說, 還要請潘老先生多多提拼, 不敢說, 不敢說, 兩人客氣一番, 向吳傳美告辭, 吳傳美和他三姨太, 親自送出門外, 這些就不必細講了, 以後, 黃飛鴻每假日, 就和三姨太, 蔡燕嬌換藥一次, 十幾日之後, 拆去甲板, 只見肌肉漸漸恢復, 心裏便大為歡喜, 由於蔡燕嬌和黃飛鴻見面得多, 對這位心目中的英雄, 愈來愈傾慕, 有一日, 蔡燕嬌對吳傳美說, 夫君, 黃飛鴻不單止衣術厲害, 武藝又高, 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, 不如請他入軍中阻明教頭, 免之為沒人才, 哦, 得得得嬌兒, 什麼都聽你, 你要天上粒星, 我都和你摘下來, 何況是這些, 你笑呢, 嗯, 你好衰的, 吳傳美一禮, 為了哄愛切歡喜, 二禮, 亦為了答謝黃飛鴻, 出高身, 請黃飛鴻到水師提東亞, 做一名護院武師, 而不是做軍中的教頭, 為甚麼呢, 因為吳傳美想, 黃飛鴻的跌打, 逼過有獨度之處, 知他武藝如何呢, 自己未曾見過, 聽人家說, 未足為信, 既然愛妾舉戰鬥, 只好讓他做一下護院巡艦, 只是大樹林中一片熱, 有他不多, 就沒有他不少, 原來, 提督衙門, 已經有兩名護院武師, 一個叫高大錦, 一個叫精仔光, 高大錦就身材高大, 精於莫加腳, 而精仔光呢, 身材雖然細粒, 知他善打暗氣, 為人就縮骨, 有些鬼馬惹出, 故知人家叫他做精仔, 黃飛鴻來了之後, 他們就眼紅了, 有一日, 精仔光就對高大說, 錦哥, 我們做了這麼久護院, 一個月, 才只有二十多兩銀, 求劇都不加, 黃飛鴻就好了, 一來到, 就有五十兩銀, 我們兩個合起來, 都不夠他那麼多, 你說眼不眼淵呢? 高大說, 不餓得那麼多, 精仔光, 人家醫好了大人的嬌嬌, 在枕頭旁邊說一句說話, 好過我們說一萬句, 有什麼用啊, 不就浪費氣, 這些叫做同仁同命, 同姐不同病嘛, 對, 你說得對, 黃飛鴻都是扣走內線, 進來運飯吃的, 賣武佬花拳秀腿, 我看他人未必有真材實料, 高大這樣, 你莫家腳那麼厲害, 不如跟他比一下腳法, 給些利害給他看看, 一來, 顯得我們的威風, 二來, 讓他知難而退, 那我們就合起來嘛, 你夠不夠膽啊? 什麼不夠膽啊? 不夠膽的正臭小子, 一如是這樣。 當日下午, 他們找了黃飛鴻, 高大這樣一見面就說, 恭喜黃老兄, 行走個好運, 不用去街邊賣武, 來這裡吃碗安樂茶法。 我們哪裡有這麼好命啊? 黃飛鴻見他們鬼鬼馬馬, 像是燒壞啞, 嗯, 知道來者不善, 拱拱手說, 哦, 這些是吳大人的厚愛, 小弟也感覺到漢顏無地。 不, 師父, 小弟初來報道, 還請多多指教, 高大這樣說, 好, 好, 請問黃老兄, 你是玩哪家的? 哦, 叫做是玩洪家的。 聽說洪拳, 有環鏟腳, 好厲害的, 不如鏟兩下給我們看看, 讓我們開眼界。 大爺, 聰仔江亦說, 是咯, 我們又想見識見識黃師傅的真功夫。 黃飛鴻深暗, 不, 來了, 他們實在看不起我, 想說壓低我。 好, 既然來到這裡, 一定不做臭小孩, 給他們一個下馬威才行。 於是問, 兩位師傅, 什麼叫做真功夫呢? 高大這樣笑口細細地說, 不, 我們去後院, 我做個樣子給他們看看。 說完, 帶黃飛鴻去後院, 好多人聽說他們比試武藝, 也紛紛跟過去看東西。 後院圍牆邊, 有三棵, 好像湯碗那麼粗的懷樹, 定排生長。 高大這樣指著懷樹說, 黃老兄, 就這樣空玩, 不見得有了, 如果將他踢斷, 就是真功夫了, 我做一次給你看。 說完, 他走在一棵懷樹前面, 摘起四平大馬, 咿! 踢兩下手, 踢一踢腳, 好像很威水那樣, 然後大海聲, 對著懷樹踢過去。 只見棵樹, 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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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再一腳, 嘻嘻! 那棵樹是斜了, 明顯有個斷口, 但是沒有斷尾, 再咿一腳, 整棵樹沖, 倒嵙, 總日就拍起首長, 叫聲, 好耶! 高大得羊羊地說,王老兄,就是這樣,請王老兄你試試。 眾人都看著王飛鴻,王飛鴻一眼看出他是莫家腳, 心想,我以前得寶姐請莫九如的珍傳, 亦踢過木樁,相信不會差給你,你高大所用的是蠻力、死力,沒有借到腰馬力,那裏爆發勁還有不足之處。 好,讓我鎖你彭牙才行。 想到這裏,拱拱手話了,好,弟弟就獻醜了,講完,走一棵最初的壞樹旁邊, 又不見他怎麼作勢,好像徐徐扁扁一樣,一腳踢過去,整棵樹垃圾。 當堂就斷為兩字,眾人拍爛手掌,猛說,哇,的確好東西,一下過而已。 王飛鴻微微一笑,誒,失禮了,請敢過多多指教。 高大這樣就當堂面猛,不到自己不認他閉香。 聰仔光見到這樣,知道自己拳腳功夫,一定不夠王飛鴻比, 要用暗氣取勝才行。 只想出聲,忽然回心想想。 且慢,兵法有講的知己知彼,百戰百勝。 我只是聽人說過,王飛鴻賣武的時候玩過金錢鏢, 知道他功底怎樣呢,自己完全不知道。 如果貿貿然跟他比,好像高大這樣摔了回來,還用爛的。 不如暗中裝一下王飛鴻練功,偷了他的屍。 這樣就實食就沒有牙齒了。 著! 他主意打定,知道王飛鴻,經常半夜去後院練功的。 於是就躲在賈石山後面,伸過頭就裝出去。 只見王飛鴻,手側著兩枚金錢鏢,飛,飛,連續發出。 兩枚金錢鏢都是勁力鴻猛,而且快如閃爹。 這樣就不算奇了。 最奇的就是,本來第二枚金錢鏢,應該是後到之勢。 接王飛鴻打上來,竟然追過第一枚金錢鏢。 這種後發先至的功夫,真是聞所未聞,見所未見。 精仔光就暗暗驚嘆。 嘩,這種功夫,真是使人鼻毛好鼻,防不勝防。 一定要學到才行。 於是,他打著感眼,流心看著王飛鴻, 怎樣用手,怎樣運力,身形,馬步怎樣配合。 他是個有底的人,當然一看就明白, 就算第一晚看不清楚,第二晚,第三晚再看, 就一知將缺竅掌握了。 怎知就在第三個晚上, 精仔光就看到聚精會神的時候, 剛剛有隻蚊,咬一咬精仔光的腳, 精仔光就輕輕拍了一拍, 嘩,拗了兩拗。 本來這些微細聲音,一般人是國策不到的。 知王飛鴻多麼靈敏,真是眼寬四面,耳聽八方。 或者是誰? 精仔光心想,哎呀,這次糟了。 又見王飛鴻向著賈石山跑過來, 為了不讓他看到, 只有馬上轉向著走,夾不透。 王飛鴻,他以為是什麼賊仔走來偷東西。 我才知道,你別走,我看你走一點。 我看見王飛鴻, 發腳的猛追,本來想打暗氣的。 只見到這個人的背影很熟悉, 又見他對後院的路徑很熟, 覺得奇怪了。 好,我抓住你看看你誰來才行。 一直追到宿舍的走廊, 一轉彎, 這個賊仔忽然就不見了。 王飛鴻更過驚異。 這袋是骨頭的, 他不走到哪裡? 難道會遁備? 走廊的兩邊, 是護院武士衛兵統大的住房。 漸漸到烏燈黑火, 裡面發出微弱的避汗聲, 顯然睡得很軟。 王飛鴻, 著奸,著奸房門口望下, 走到精仔光門口, 只見房門就沒有關緊, 只是開業, 還有門那。 王飛鴻心臉一動, 嗯? 他個人素來是穩陣的, 怎會不關門睡覺呢? 看那個賊仔的身影, 動靜, 難道是他? 好, 讓我試一試他才行。 於是, 發發發, 發發發, 敲響他的門, 阿光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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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衣服又齊整, 心想, 如果他在被鬥樹捐出來, 哪裡這麼快扣齊三樓? 石山後面的人, 很可能就是他。 各位, 未知王飛鴻是如何試探他呢? 此地下回分解。 好, 好,